那么这一课我们就讲这个参数化流行的体积 那么首先我们这一课主要是什么 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推广这个参数化曲线的长度的定义 和参数化表面的表面积在这个立体空间 这个三维空间中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定义什么是一个这个什么是参数化流行 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让k小点于na是一个rk中的开机 alpha呢是从a运势到rn的 好 那么呢这个alpha是一个cr函数 就是可微或者光滑 光滑是这个c无穷 就是cr的函数 好 那么这是我们初始的条件都有了 就是 然后呢让y呢是alpha在a里的相机 然后呢和这个映射一起呢 他们一起呢叫做一个参数化流行 k为参数化流行 然后呢我们叫它g为y y是这个相机 然后alpha是这个映射 然后这个alpha呢是个什么c映射 从rk到rn这个a是个开机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参数化k为的体积定义为 这是它的体积定义为这个积分 v of d alph 好那么这个定义呢其实看着很奇怪 对我来说也是因为刚看了就觉得傻玩意儿对吧 好那么它这个书里呢是给了一个argument就是说来它来论证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定义是合情合理 对吧justify 然后呢你就假设a是一个去它这边书都是一大堆批划 我们直接看图吧 就比如说你是alpha 你从这个长方形 你从这个长方形 然后你这个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这个相机 这是你的这个相机 这是你的相机 然后alpha 然后你对这个q呢 你看 你假设a 是某 你就假设a是这个什么 interior of the rectangle q 你就假设a是这个什么 你假设a是这个内部 这个是q嘛 对吧 这是q 然后这是a的内部 然后呢 你假设 这个alpha从a到rn 然后呢 y是这个 然后你就看 你这个 r呢 这个 这是r对吧 r呢 你通过alpha的映射 你映射成了 这个 弯曲的长方形 这个看起来形形怪状长方形 然后呢 我们又 我们 取这个 你看这一条线 你看这一条线 这条线你在这个点取它的这个方向导数 方向导数 方向导数就是 这个方向的方向导数 对吧 就是e1嘛 你看 这个 alpha在a 然后呢 hiei 就是ve的话 它就是这个点 取这个方向的方向导数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向量 就是ve 然后另一边也同领在这边取它的这个 然后你这两个 向量所张成的这一个 parallel pipet 或是 广义上的这个 六面体 对吧 那她的二维的 她的二维的 我画的好一点 就是她的 二维的 这是扁扁的,这不是弯的,这是直直扁扁的一个 你这两个像样张成,张成嘛,所以是扁扁的 平平的 你这样一个parallel pipette 你其实就是对这个底下这个弯曲的长方形的面积 其实我们数据上都叫她体积,二维的体积 其实我们为了方便我们觉得她面积 她的面积呢,就做一个这个近似 对吧,你看这是alphaR 这是alphaR,是这个扁扁的 然后p呢 p就是 你这个k维的这一个 这个体积 好 但是 我刚思考了很久,就说 如果你这个a呢 如果你这个a在这怎么办 这个a在这 对吧 你这样子怎么办呢 对吧 然后我就 思考一下 因为书上她没有说 我就想 我们还是把图放大 我们把图放大 就假设这是我们这个长方形 然后h1,h2 假如你的a在这儿的话 你的a在这儿 那你这个长度就是 就某一个lambda 这个lambda lambda就是01之间嘛 这个无所谓了 就是你这个 这个长度是1-lambda 然后这个是lambda 所以他们加起来呢 这个就消掉了 就是h1嘛 好 那么 你看 我们就是说 假如说你这个在这里 对吧 你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a在这儿的话 你的起点不是这里 你不是在这里做它的这个方向导数 而是你在某个像这个点 对吧 就这个弯曲的这个点 就这个点上面 你做它的一个 比如说 你做它的一个 比如说你方向导数做到这 对吧 但是你这边怎么办呢 你这边再把它补上 对吧 然后呢 假如说你 你这个 这个另一个轴 对吧 你还是保持在这 你还是在这个线上 你把它补上 然后这边呢 你就对它做一个 方向导数 所以说 这两个项链 又能够张成一个 对吧 然后你对它们张成 它还是一个 也是一个 这个右面题 对吧 广义上的右面题 它其实是个 长方形 对吧 但 看起来就是个长方形 但是它数学上它 我们叫它六面题 所以我就 就叫它六面题了 对吧 所以说 它这个呢 它只给了说你在这个端点上 你这样子 去方向导数 你这样 去方向导数 但是呢 我发现这个你可以 如果你在中间 你怎么办呢 对吧 你在中间的话 比如说你在 接受你在这个点 你在这个 切面上 你再 你做一个这个方向导数 你再把它给补上 对吧 然后这边呢 你也做一个 哎 切 然后你给它补上 比如说你这两个项链 又能张成一个 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 张成很多个 那么 具体这种 六面题该怎么张成呢 我们看 就是说 嗯 你看 如果你是 这个A的话 对吧 A在这 那你先看这个向量的方向导数 就是你现在 就假如说你在这个点 哎 你先取它的方向导数 那么它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我把这个擦掉 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D alpha 在A 乘上什么 1-lm的乘 Hi 倍的 Ei 对吧 其实我们写着1嘛 就先为了 简化我们这个 好 那么 那么它呢 好 那就是这个向量有了 对吧 然后呢 喂 我这点还得补上 对吧 我这里还得补上 那么 这个该怎么补呢 就是这个向量的长度 对吧 你还是 就是 就是你的方向导数还是这边 但是你的长度是这个 对吧 嗯 怎么比喻更恰当的 就是说你看这是个长度对吧 你只不过是 就是 以它的这个长度 对吧 就比如说 你已经假设你已经有这个 然后你后面还得补上 你补一个小小的 你把这一坨呢 你给它移到后面 它就变成 这样子了 对吧 那么这两个向量加起来 就是这一个 一整个向量 对吧 那你这一个整个向量 但是呢 它 它与这个 平面的切 切点 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这是我的思考 如果 不正确的话 请告诉我 因为 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去这么逼近了 就是 更好的去 这个解释 它这个定义 因为它梳理它只给了断点 好那我们继续 好那 这个再加上什么 5上 对吧 乘上这个 lambda h11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 v1 就是 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这个向量 这个切的地方在这里 这是你的v1 好 那么通过计算呢 它就等于什么 它等于 线性设 对吧 你算出来 就是 h1 对吧 乘上 a乘上 它就等于 h1乘上 它这个呢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 亚克比举症的第1列 对吧 第1列 第1列 我们用这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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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好 这是它的第1列 那你每一个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书本 你每一个 对吧 我们要考虑一个k维的六面体其中呢 它每一个vector 都是 or 这个对吧 first order approximation to the curve rectangle 对吧 就是说 你这个k维的 那你就是 有k个 这个 好 然后呢 你再根据我们上一节课我们讲的这个六面体的体积是怎么计算的对吧 所以我们再考虑它k维的体积 就是它 它呢 就等于什么 我们看 v的 v p v vk 对吧 它呢 就等于什么 v的 p v是什么 是 x1 h1 对吧 alpha x k 乘上这个什么 hk 对吧 好 那么这些 你这些 这些是标量对吧 标量是可以提出去的 在你计算这个 公式的时候 因为 它这有个 x 你看 你这个 如果vector 是那你这个呢 你是可以把这个lambda 提出来 这是一个 这是CT的一道题 知道这道题呢 其实很简单 这道题其实很简单 你考 你看你这个 这个 我们证明 就在我们证明 这个定理 就是我们在证明存在一个这个体积函数的时候 你就考虑把它把每一个函数都变成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你再 做它的这个体积 你会发现 我们知道那个行列是乘上一个什么elementary matrix对吧 如果这个elementary matrix是把某一列 乘上某个标量的话 那它的 行列是也会乘上某个标量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不难 好好学 应该能做出来 反正我是做出来 好 那么 这样子提出来之后 它就变成什么 你把这些都提出来 就会变成 把这h提出来 会变成这个 对吧 你每一个a的话 你在每一个a在这个r里面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再看 当我们对所有的suburnal取值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其实就是什么 在这个low sum和upper sum之间 这个函数 对吧 发生成p 所以说 比其实就是近似 在近似这个值 就是 v of d alpha 这个a和这个vr 对吧 对每个r取一下 对吧 其实它就是在b进 这个几分 所以说 所以说这是合理的 对吧 这个定义是合理的 好 那我们现在在根据 再给出第二个定义 第二个定义就是说什么 就是我们看 我们还是同样的setting 对吧 y是它这个向级 然后呢f呢 是从这个 从这个向级印识到时数的一个连续函数 那么我们让这个函数呢 f这个连续函数呢 它在这个流行上的积分 with respect to the volume with respect to the volume 就是定义为什么 定义为这个东西 长这样 然后它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它实际上是等于f of alpha 在乘上v alpha 然后在h一个所有的积分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对吧 你就是每个v alpha 对吧 vd alpha 好 然后呢 你再乘上什么 再乘上它对应的时数的值 所以说 在这个 我们用了这个dv 那如果用这个dv 我推上 其实我们就发现 你这个流行它本身的体积啊 对吧 它等于什么 1乘上 这个 对吧 你fdv就是f of alpha 你1的话 1又等于1of alpha 对吧 其实就等于这个 这个和我们那个 渴求长级 这个1吧 1 对吧 但和我们那个渴求长级 的那个积分定义是不是长得很像 几乎就是照搬 对吧 看得特别像 就是这种推广 对吧 所以说 它的定义就给到这 然后呢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integral 它在这个 reparameterization reparameterization 里 它这个积分值是不变的 就是 就是你再给它做一个 双摄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但是 反正就是你猜说话 然后你再猜说一遍 就是看图 就比如说 你这个b呢 这个b是到他的这一个流行对吧 但是你alpha呢是从他 到他 然后再到他 但是你这两个 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流行的体积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并不影响 好 这是个定义啊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statement是具体怎么说的 如果g呢从a到b是一个微分同胚 对吧 然后呢 beta呢是从b到rn 我们看图 beta是从这里到rn 从b到rn 然后呢 y就是这个什么 y就是它这个相机 然后呢 alpha呢 就是从 g到b 就是先g 再b 就是你从这个从a 对吧 你在a 你从a到rn 所以说 这个是等于这个 然后呢 f呢 是从y到r的一个实数函数 那么你就有什么 它在 ya alpha和ybeta它们的基本值是一样的 你这个alpha如果是任意一个 连续函数 也就是说当你这个f是等于1的时候 你真的就说明他们两个体积是一模一样的 f ya 好 那这个定义 其实就是说什么 其实就是说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证什么 我们就想要证 这个 beta 穿上这个b dbeta 我们想要证它是等于 在a上 对吧 我们想要证明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既然我们想要证明这个的话 根据我们的幻元积分定义 对吧 根据幻元积分定义 所以我们 changer variable theorem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 然后 它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因为你这个g是微分铜胚对吧 所以你其实等于在a上 然后呢 f f g 对吧 你这个函数的复合是有结合率的对吧 然后呢 再乘上 v d beta f g 对吧 好 再乘上什么 这个 可以去换一个基本的这个 这个 对吧 它就等于这个根据这个幻元积分定义 它就等于这个根据这个幻元积分定义 所以说 它这个就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alpha f of alpha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想要这个 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这个是等于什么 根据我们这个应该是 f of alpha 那应该是 v d alpha 对吧 我们想要证明它等于vd alpha 对 因为我们这个 对吧 vd alpha 好 那这个怎么证呢 我们让 y等于 gx 方便表示 所以说 然后这个x是属于a 那么有 d alpha x 等于什么 d alpha d alpha 我们知道这个alpha等于什么 beta负合g 对吧 所以说它呢我们用这个链式法则呢 它就等于 df beta y beta y 还乘上 d gx 对吧 对吧 v d alpha d alpha x 它的平方呢 等于什么 这个 点于 这个什么 d gx 转质乘上 d beta y 转质乘上 d beta y 的转质乘上 d gx 对吧 这个公式 好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因为这个行列是在这个转置下是相等的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 对吧 你这个转置的话你这个行列是不会变的 然后呢你再根据这个行列是的定义就是 他的行列是成他的行列是他的 对吧 你再把它给分配 也不是分配就是 像线性函数一样对吧像线性映射一样所以说 你就会发现它是等于什么 他的 平方 对吧 乘上 这个是等于什么 他乘他 是不是等于 v d v的 y 的平方 对吧 那你这两边 这个平方号 然后消掉 就行了 对吧 就得到这个 你有了这个 然后 然后 你会发现 这个就等于这个 对吧 这个是等于这个的 你仔细思考一下他这个定义啊 y是什么 gfx 对吧 y是等于gfx 那你这个 你的 你的input是什么 你的input是x 对吧 也就是说你这个复合一下对吧 gfx你复合一下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 真b 书有些例子我觉得挺有趣的 因为我没有学过多用油 我就学这个 所以说他有些公式其实我是不太知道的 就好比说你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 就是曲线的长度对吧 参数和曲线的长度 那么 如果a是 r1里的开机 那alpha从a到rn是一个cr函数 那么 他就是等于这个 那dalpha是等于什么 你给你用的那个什么 公式 valpha是等于什么 他成他的转质的 行列式的根号什么 万下八糟的对吧 然后呢 是吧 就是就这样子 这个是给的一个是什么 这个给的就是说 如果a是从 就比如说 他是一个 surface 他是rn里的一个 表面 那么他二维的 他二维的 体积 通常我们称之为面积 二维体积 就是面积 那我们考虑他 当r3的时候呢 其中如果 alphaxy 他是xy 然后他的z呢 就是你这个函数 那么你alpha的导数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一下 这个 公式 就等于这个 然后他就说 这个是什么 surface area在calculus里面的这个 定义 那么这个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就先讲到这里 不如 就是 的